替法院上周开议在野联手退回政府总预算案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遗憾 强调总预算攸关国人福利地方建设等 希望朝野党团进一步沟通 让总预算进入实质审查 不过蓝白党团已经有共识 要在今天中午程序委员会将总预算案退回 新会期在野蓝白党团持续联手 除了推动有共识法案 也退回政府总预算案 表达对原民与农民部分预算未编入的不满 他只要来个说明 跟在野党的党团好好的沟通 说我把这个钱补上去就好了 就二十几亿而已 很遗憾总预算在上个礼拜 没有办法如期的复委实资审查 那也相信在朝野各党团进一步沟通底下 一定会朝着顺利实职复委实资审查的 这个方向走 竹荣泰希望朝野党团沟通协调 让总预算过关 但在也不满总预算项目不编或缺少之外 也批评政院至今为上门沟通 因此要在程序委员会封杀总预算案 在今天中午的程序委员会 我们会将预算案退回 从来没有任何一次 是在程序委员会就挡下 国家政府总预算案的排案 它只是排案权 连审查权都不给 现在连排案权都要阉割 民进党团认为在程序委员会党总预算案 史无前例 也批评蓝白非理性主确议案 将造成难以回复的后果 新唐人电视真一号刘慈莹 台湾腿报道